大家好 大家好 阿曼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聽今天的報道全世界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台灣激進黨台北市黨部嗎 是 台北市黨部的主委 這個也是醫師 吳欣戴吳醫師 吳醫師你好 你好 宏雲哥好 大家好 好 先請教妳 妳是第一次接激進黨的台北市黨部主委嗎 對啊 我第一次接政黨的這個正式的職位 那個職位要做什麼 其實台北市黨部主委一方面就是延續台灣激進在台北的聲音 因為之前都是在高雄嘛 那這一次透過去年的選戰之後 我們有一些在台北這邊的支持者 一些媒體的資源等等的 我們希望把去年這個東西接住 然後繼續讓台灣激進這個聲音可以在台北 那這個主委要募款嗎 要募款 要找員工 要組織支持者 好 還要上節目 先傳台灣激進黨 對啊 現在台北市有多少激進黨的黨員 我們其實從大概2014年激進撤役之後 到陸續每一次的選戰到現在累積起來 目前大概有一百多個 可是因為激進黨都沒有公開招募黨員了 我們其實公開的是已經關掉了 所以其實人數目前還要再有一個討論的過程這樣子 對對對 OK 那所以接下來沒有所謂台北激進黨 你這個黨部主委要提誰選議員 這還沒有不會碰到 選議員大概就會是這一次選戰過後的事情 不過這段期間的確接黨部主委之後 陸續開始要訓練人才 然後包括招募黨工配合這個選戰的政治敏感度啊默契等等 所以接下來議員也會是這一次選戰中觀察的一個重點 如果有比較有潛力的新人 接下來就會退出 OK 那你這樣要一年要花多少 要募多少錢 欸 其實我去年的選議 花不到300 選議員這一次啊 對選議員這一次 對啊 所以其實那個數字蠻讓大家驚訝的 那我覺得激進的選舉過程跟政黨的這個組織過程 跟一般傳統政黨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會用最少的錢做最多的事 那你議員選議員不夠300萬 主要是都董給你嗎 還是你要花自己的錢 嗯差不多一半一半 政黨給了我一些支持 然後另外一個是我粉專上面小額募款 對 然後包括我去年其實 我去年參選前我其實一直想要當激進的金主 所以我去一個團購團購的這個群組這樣 然後就用團購的分潤來支持 你也在搞團購啊 對啊 本來是想說自己來當金主 結果最後當自己的金主這樣子 那有花到自己的錢嗎 欸沒有 沒有齁 OK OK 不到300萬 那其實你差一點當選 對啊 不容易 對啊 因為你起步算慢嘛 我7月才選 就當選四個月而已 哈哈哈哈 不容易不容易 一差 1390票 對 就當選了 台北市議員 對 那這個 其實是落選頭 對 很可惜 不過沒有關係 接下來還有立委選舉 也是 都沒有停啊 欸 那個啊 高嘉瑜啊 欸 有可能是 民進黨港湖 因為他現在想要選 對 他現在想要選 然後 他以前 炮打小英政府 炮打中央的時候 他有說 小英因為 稅收超增嘛 是 那他就說 這叫行政司令 是 然後後來 因為林志堅事件 他又說 這一絲無命 後來也真的發生了 不過老實講 他的表現啊 這個 民進黨的支持者 傳統其實對他很感冒 對 那你覺得他最近 好像比較低調了 對不對 對啊 其實 我覺得是我 說要出來選的時候 開始就差不多 比較 比較乖啊 比較乖啊 當然 對啊 有觀察到這個現象 為什麼 這個我無法代替他講 但是 當然很多人會覺得說 是 因為現在是民進黨 自己要出選 準備提名人的時候 嗯 之前這個賴清的民進黨主席 在開黨員大會的時候 又面臨到那麼多的衝突 所以最近真的是為了避免衝突 造成進一步可能沒辦法被提名 可能就得怪一點了 嗯 你覺得說 他講 行政司令這個事情 是 他是因為不懂 還是 是 是 故意的 還是什麼 欸 我覺得這個 其實蠻 蠻讓人憂心的 因為他 當初行政司令的這個論述 其實是順著一些藍媒 跟一些國民黨的 反對黨 那種很 直接不願意批評執政黨的聲音 去走 因為其實去年這個 稅增收比較多 是因為我們台灣的經濟表現好嘛 嗯 而且其實他的這個稅 也沒有收到一般老百姓啊 是一些企業的收入比較高 對 所以其實這個時候如果 如果我是本土派 或甚至是民進黨 自己內部的人 其實我會出來說 政府這次表現得很好欸 你看 疫情的這兩三年 其他國家齁 很多公司倒的倒 然後 很多員工 沒有工作了 然後沒有收入了 結果台灣竟然可以 還有相對比較好一點的稅收 然後還可以讓政府去 做這個全民普發六千塊 其實是很值得 稱讚的 對 結果卻順著 就是這種反對黨的論述 去說行政司令 然後導致 這麼好的一件事情 最後也不見得有幫民進黨 加到分 我覺得非常可惜啊 你覺得他是真不懂嗎 他是 他很像是財政委員會的委員 對啊 所以要是不懂 那就是失職了 要是懂還講 那就是 什麼原因 可能就是 他平常接收資訊的管道 或是他發言的目的 不見得是我們想看到的 對 其實他也有可能是你的對手 是 那你覺得他是一個 什麼樣的人 你怎麼觀察他的性格 其實我說真的欸 我去年的議員選舉過程 因為我們本土派 其實台灣基金很早很早就表達說 會全力支持民進黨推出的市長候選人 所以其實去年在港湖區這邊的選舉啊 我戴著基金的外套 然後發傳單的時候 我除了請大家投給五星代之外 我一定也會加一句說 請大家投給市長陳時中 但是在這樣子的競選過程之中 其實我沒什麼遇到高委員啦 所以互動上是很少的 對啊 所以其實 嗯 包括說港湖選民 很多本土派的支持者 都會私下來叫我加油 叫我 嗯 繼續撐下去 因為去年的選舉沒有上之後 他們都 有些人很切心 有些人很 後悔沒有投給我 然後 有些人很後悔氣飽的這個做法 然後另外一個很多的就是說 希望我可以繼續留下來 爭取立委的這個席次 嗯嗯 對啊 那我想 嗯一個 本土派政黨推出來的委員 會做到本土派支持者 跑來 這麼努力的跟我傳達這個訊息 那我相信 嗯 在經營跟組織方面 應該是出了一點問題 嗯 嗯 呀 你禮拜六 4月8號 是你 激進黨 台北市黨部成立嗎 是 我看陳時中 啊 部長有去 對 你猜啦 你猜 高家瑜 如果成立總部的時候 他會不會去 嗯 我相信 民進黨自己的 如果到最後推出他當立委候選人 嗯 的話民進黨內部一定會要動員一個支持 嗯 但是因為陳時中部長 去年選舉完也很累了 然後 呃 他現在也要發展自己這個醫療啊 跟這個 小英後援會的這些 呃 組織力量 所以到時候有沒有空 可能要看部長自己的想法啊 嗯 哈哈 我都不能講啊 哈哈哈哈 猜嘛 哈哈哈哈 不知道 哈哈哈哈 聽說 你覺得 你覺得 你覺得高家瑜 是不是真的民進黨 嗯 這個問題其實一直給我一個 同樣的問題問我 就是 你看馬英九去中國 他代表是台灣的總統 但他是不是台灣人的總統 嗯 這個 我覺得很相似啊 所以 嗯 政黨 對我來說啦 特別我是小黨 目前比較主力聲望的一個人選嘛 嗯 我覺得加入台灣基進對我來說 不是為了要取得基進的資源 嗯 或者是取得基進一定要提名我 嗯 或者是說 取得基進之後幫我動員幫我宣傳 我我認同的是基進的理念才加入的 嗯 那我自己 身為一個 之前的政治菜鳥 嗯 我本來身為公民對政治的理解就是 政黨他有一個 核心理念嘛 嗯 那你加入是因為他的核心理念才加入 那甚至是你願意為這個 工作付出很多 包括像我付出了我本來工作的 呃條件 然後跟家人相處的時間 甚至是收入等等的 那我就是為了去Promote我這個 先堅持相信的理念 嗯 那如果說你加入政黨不是為了這個理念 只是為了他的資源的話 那這個政黨本身他有的這個 大家信奉的核心理念 是不是會被這樣子的人慢慢削弱 嗯 我覺得這是很值得討論的事情 那台灣基進為什麼 核心理念讓你這麼欣賞 欸我覺得台灣基進的理念 真的讓我很很感動欸 嗯 2018年那個時候我去接觸到這個政黨 是因為那個時候韓國瑜選上 欸韓國瑜選上之後 我的世界天崩地裂 因為我真的 因為我住高雄 然後我看到很多媒體說高雄又老又窮 啊 高雄有天坑 高雄有各種問題 可是在我那個時候我看到的高雄 其實是很漂亮很舒服 所以我才願意定居在那邊 嗯 結果韓國瑜一選上 之後我家旁邊的輕軌馬上抱起來停工 嗯 然後周圍比方說那個時候的元宵節燈會啊 嗯 我那個燈會看起來真的是地獄場景欸 就是那個燈太可怕 對 然後很多挑起對立 嗯 包括他說韓國瑜市長那個時候 他228紀念儀式 他去他口誤 嗯 他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很多人記得 但是我認為他那個口誤是刻意挑起的對立 嗯 因為讓非常多228送難者家屬是很生氣的 對 那我覺得說嗯 政治怎麼會是這樣 我就開始看很多資料 那可能醫學系個性 我就會想要看 我不會想要看我信任的人喜歡誰 或者是說媒體報道我就全部相信 我就看非常非常多 結果發現台灣基金從頭到尾他的論述 不論是說他一開始對美中貿易戰 他很快就開始講 然後到後來說堅持台灣主體性的論述 而不是說欸我們要被政黨綁架啊 藍綠一樣爛啊 等等這些大家耳熟能詳的這種口號 我就覺得台灣基金是一個很值得投入 很值得支持的政黨 嗯 那我加入之後剛剛跟同一大家說我一開始想當金主 對 因為我覺得醫師的身份可能 比較可以貢獻的是這個嘛 那包括說醫師身份在社會上的一些言論會比較有可信度 或者是大家會願意聽 所以我就創了這個粉專開始倡議很多公共議題 結果做著做著 一直到去年的選戰 嗯 讓我有一個感覺是說 呃我投入的東西之外 我自己本人整個下去 然後帶動大家的相信 然後跟大家認為 對 因為我下去之後很多人問一個問題說 欸你一個醫生當得好好的 為什麼要這麼累 跑去追垃圾車 跑去菜市場 淋雨 然後薪水又比較低 然後又跟小孩分開 嗯 那我認為這樣子的犧牲其實 讓很多人願意再繼續相信政治 嗯 願意相信政治人物說的話 願意相信有一個小小的政黨 是真的都是像我們大家一樣的人組成的 對 然後我們希望這個社會變得更好 嗯 然後所以我發現我去年自己的投入之後 嗯 有更多的力量 不只是金錢帶著動的 對 對 所以就開始讓我覺得說 嗯 這件事情 可以開始整個人 投襲下去了 哈哈哈 對對對 你剛剛講到說 其實我後來發現啊 你的時間分配真的是很厲害 因為你要當激進的台北市黨部主委 是 你可能要選立委 要部署 那另外你要當醫生 你好像有兩個小朋友 對 我大人 一個小一 一個中班 喔 那當找媽媽的時候 對啊 對啊 哈哈哈 有時候會不會覺得很虧欠他們 嗯 去年選舉過程有一點 去年 我幾乎每天都搭高鐵通勤 然後 之前就是 晚上都一直在 因為我小朋友九點準時躺在床上 嗯 九點半就睡了 所以我記得那個時候很多行程 我都一直在趕 嗯 九點會到的那班高鐵 因為 因為 對 對 對 那個其實是很痛苦 心情上是 很最大的犧牲 我自己覺得 但我今年 改變我做法 嗯 因為我覺得我整個人要來做這件事情 這個 不只是我工作 已經 政治要變成我的生活型態 嗯 所以我今年就是會盡量帶小朋友一起來參與 包括 對 包括黨部活動 兒童節要會本 我就帶小朋友來我們黨部一起跟其他小朋友玩 對 然後 像去年啊 我本來去追垃圾車 然後我帶我 小朋友一起 其實說真的很好笑 因為我先生是醫師嘛 他 腎臟科 腎臟科 對對對 但他其實生活的態跟 做法都還是很醫師的那個感覺 所以 我一個人搭高鐵 我都會搭一般車廂 對 但我先生搭的話呢 他就會買商務車廂 嗯 然後 去年選戰他有 有時候會陪我來 那陪我來的時候 他就帶小朋友搭商務車廂 然後住 比較好的飯店 嗯 然後媽媽就是 陪他們洗完澡 把小孩哄睡 我就趕快去追垃圾車 哦 所以有一次發生很可愛 就是 我兒子睡前啊 我剛剛說 媽媽蛋姐還去追垃圾車啊 嗯 然後我兒子就 說哦 他可能也不知道我到底在幹嘛 哈哈 結果我去追了一個多小時 10點多回 然後他還沒睡 然後他睡前 最後一句話就 媽媽你回來啊 你有追到垃圾車嗎 哈哈 他覺得我真的是去跑步追垃圾車這樣 對 所以我覺得他好像還不太能想像媽媽在做什麼 對 我今年就是 呃 就盡量跟他們解釋 雖然政治的是很難解釋啊 是 但是遇到我就 比方說228的意義啊 比方說 媽媽為什麼要 做這麼多活動 然後出去 呃 跟他們 一些選民互動啊 或者是去上節目 就會跟他們解釋 是 真的是 其實你看哦 呃 如果從事政治的女性 許多都沒有結婚 對 好 因為他等同把人捐出來了 好 因為太太忙了 嗯 那麼 就屬於對家庭的照顧 是 那 呃 像你這樣子 這麼多的公共事務 老公會不會抱怨 嗯 老公的政治立場跟我一樣 嗯 所以他其實對於這些事的憂心 也是跟我一樣多的 對 那 對他來說他的付出就是把老婆捐出來 呵呵呵 所以有時候 可能他一打二小朋友太盧 晚上還是會嘆個氣 小抱怨一下 但是我相信他是全力支持我 嗯 要娶兩個孩子不簡單 對啊 而且他一個男生 他現在一個可以 呃 自己做一桌菜 然後帶小朋友吃 吃完再帶他們出去玩 回來洗澡 紅睡 都完全OK 喔 讚 對對對 就是說你的付出其實 後面其實先生也 也犧牲很多 嗯 是 對啊 對他最不能接受的可能是 是 有時候看到新聞 比方說像之前我被館長告 對 然後就很多人來威脅我 嗯 不管是言語威脅 或者是那種 貼我的照片啊 那種抹黑的 他其實就會有點擔心 嗯 他對我應該比較多的都是擔心 而不是 埋怨啊 安危啊 嗯 對啊 好我們現在訪問的是 吳欣戴醫師 他是台灣基進黨 台北市黨部的主委 大家很關心的就是說 今天很多人在討論 是不是你跟高嘉瑜乾脆辦初選 或者是用民調決定 那到底你同不同意 館長告你這個事情 到底後續發展是什麼 等一下繼續請教 好 先休息一下 好歡迎繼續收聽 波特轉世界號 我是鄭鴻怡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吳欣戴醫師啊 那啊這個 你剛講館長告你這個事情 其實我有特別在節目上念過 是 我就覺得你很 很 強韌 強悍嘛 是 那那個事情他沒有撤告 嗯 他後來的確有告 然後那個 我有收到那個警察局的通知單 那接下來就是在等說 看會不會起訴 嗯 對對對 那他告你 是告你誹謗嗎 還是要你民事求償 好像是民 我沒有細看 哈哈 台北黨部 最近實在是 那個行政太忙了 我沒有仔細看 我想說 如果真的有起訴 再來好好研究一下 對對對 對對對 好像是民事求償吧 民事求償 對對對 那啊這個 高嘉瑜啊 他啊 其實看到你這個強敵 他有講啦 他說齁 港湖 台北市港湖區啊 這個立委 其實民進黨在這邊 過去啦齁 大概就三成多到四成 齁 那所以呢 其實這個地方 我看他的意思 就是說 這地方不能搞那麼綠啦 齁 那麼 搞那麼綠就 就沒有 就不會當選嘛 反正你的基本盤 大概就四成嘛 這樣子 那而且沒有分裂的本錢 那你知道台灣基進 其實是蠻綠的 齁齁齁 有時候感覺比民進黨還要綠 是 那他這樣講也不是說沒有道理 那你覺得怎麼辦 我覺得這個他忽略一件事情 就是公民的主體性啦 有時候我們還是要尊重選民的個人意志 因為坦白說齁 我從去年選舉就一直聽到有人說 港湖區藍大於綠 藍大於綠 可是其實我自己親身跟支持者 跟一般選民接觸 包括我站在路口 自己一個人拿著麥克風講講講 我發現會來聽我們講的人 他幾乎很多都不是傳統的民進黨支持者 都是中產階級家庭啊 或者是從外地搬來這邊工作啊 住在這邊跟我一樣大年輕人 那我覺得大家會對政治有個誤解是說 欸好像藍綠這個東西是鐵板一塊 就是不可能改變的 就像你看高教育委員他自己議員 當了那麼多屆 立委又當了一屆 之後他身為本土派的議員 他也沒有讓這一塊地區的 本土派支持者更團結 數量更多 對不對 那這種其實就是一個很傳統的大黨 會有的思維 就是為了要選贏 所以要讓選票最大化 那這個選 就有很多的妥協 很多的妥協 那妥協的過程之中 你一方面讓自己本來的支持者 會常常覺得說 欸我們被忽視了 我們含淚 甚至很多支持者說 你不敢出來啊 嗯 我不願意再那麼大力出錢出力 去幫這個本土理念去做捍衛 那另外一個方面就是說 大家不要忘記欸 2014年柯文哲 對 你記不記得我去年選舉的時候 我有辦一個柯粉告結會 那個時候 我那個時候出來 我第一塊看板就寫 改變成真 從未發生 我就是打柯文哲嘛 那個時候其實有很多柯粉 前柯粉 跟我告結 或者是我們就討論說 為什麼會有這個狀況的發生 那我們共同的 大家不要忘記 當時支持柯文哲的人 多後悔 那個時候為什麼會後悔 因為 那個時候民進黨妥協 願意推柯文哲出來 是為了要讓選票最大化 那在台北市這邊推出一個 好像藍綠都可以接受的候選人 結果2018年有一個端倪之後 還繼續妥協 繼續妥協之後 台北市沒有 只有更藍 現在就推出一個講萬安 所以你說推出這樣子 選票最大化的 這個思維 到底是不是整個讓台灣更好的思維 其實我不這樣認為 那我覺得當初多後悔 現在就應該要多努力啦 所以我自己的想法是說 我不會以我個人考量說 哇我已經那麼辛苦經營 然後又黨部邀了這麼多的大咖來 我一定要選 沒有選我就 就浪費了什麼 我不會這樣子想 但是我會站在本土不施死者的想法 去想說 過去高家瑜 我直接講他名字 我過去這些事情的發生 你當初有多氣 那我們現在要討論這件事 不要再發生 如果你用一開始的這個選票最大化的思維 再去做操盤的話 是不會贏的 那我們一開始一直說 面對中國的抵抗 我們需要更強勁的候選人 我們不要失敗主義嘛 我們雖然不是確戰 但是我們必戰是為了要 國防要更強 我們要更有抵抗意識 這樣才可以必戰 所以你要怎麼選出一個更加強勁 更加有理念的候選人 你不要去失敗主義 你如果失敗主義想說 這樣三三卡住不會上 不會上 那我們失意息怎麼樣怎麼樣 一開始就這樣子妥協的話 接下來台灣不會更好啊 你剛講說 你當時有辦一個科捷 科粉的告解會 對 那跟柯文哲 你覺得你跟柯文哲的關係比較好 還是高家瑜 應該是柯文哲跟高家瑜的關係比較好 我跟他們兩個都不太好吧 那你如果看出來他們兩個比較好 其實過去 因為我以前不是住台北 那這一次選舉跟一直以來研究台北的議題啊 其實可以看到說很多議題上 高家瑜跟柯文哲是站在一起的 對那很多東西其實不是光是說 你立法院跑票不要走票 或者是說你某個議題 最低限度的有做到就好了 而是說 你當一個政治人物名義代表 你去倡議你的論述 到底要怎麼樣 因為你支持的政黨的理念是這個 你要怎麼樣 讓支持你的選民了解這個理念 願意支持 甚至願意支持你的政黨 這個才是 由政黨推出來的候選人 應該要做到的事情 可是他 好像沒有跑票 可是卻在很多 比方說競選的場合啊 比方說一些論述的場合 他其實 他的那個論述都是偏向藍 偏向白這個部分 甚至你可以看到很多 他們一起跟國民黨的人合照啊 笑得開開心心 或是他開始說 被民進黨攻擊好可憐 的時候下面留言安慰他的 都是一些我們不認同的 親中的候選人的民意代表 那像這樣子的狀況 我覺得民演員都看得出來 是誰支持誰啦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高家瑜 在2020年選立委的時候 他能拿到50.12%的選票 還贏過李彥秀 李彥秀很強嘛 就是說他還能過半 你覺得為什麼 李彥秀強的地方 是他的這個地方經營實力 因為他是在這邊 一路以來的大家族 就是從族上開始 就已經在地方有組織經營 然後他又當了那麼長的議員 可是高家瑜那個時候 其實2020年 算是一個對本土派陣營 順風的一個時段嘛 那那個時候包括反送中 包括小英總統 那個時候非常強硬的 這個對中共的態度 所以造成本土派支持者 很多是願意 從國外飛回來投票 或者是說 當時有很多人就是 搭車啊 我住在哪邊 我特地預駕 然後還有很多 甚至是發起一起包 遊覽車投票 所以這個是一個相對 順風的階段嘛 那他當時得票 當然是有得利於這個因素 可是因為接下來的四年中 我們可以看到 本土派的這個支持度跟論述 包括中國的資訊戰滲透等等的 其實開始有疲弱的現象 那我們要怎麼樣 把這個本土派的支持者的核心理念 繼續鞏固起來 然後大家團結起來 願意一起去奮鬥 不管是對抗藍對抗白 甚至是對抗這個中共 一路以來這種失敗主義啊 這種好像要把我們 變成一中框架的內戰論述 去對抗出來 我覺得這個可能 才會是接下來競選的主軸 所以如果說沒有辦法 因為之前都一直說嘛 就是如果你要選票最大化 要去迎合選民 可是你看包括美國 日本都表態了 中國表態了 所以四季的情勢 是越來越對立的 那在對立之中 你一定要選一邊站 你沒有辦法選票最大化 所以我認為接下來 以高駕魚本來這樣子 這種迎合選民的做法 他接下來不選邊站 繼續迎合選民的話 反而會兩面不討好 嗯 講到本土派 我記得你阿公阿嬤 我上次有訪問你嗎 你的阿公阿嬤是外省人 我阿公阿嬤爺爺爺爺都是 就是來公來嬤 跟外公外嬤都是外省人 對 都一直生 喔 我的江西湖北四川 所以阿公阿嬤是 這個蔣介石敗逃來台灣的時候 一起過來的嗎 沒錯 我阿公還參加過那個 十萬青年十萬軍 去新疆阿 回來跟我抱怨說 被國民黨騙 他說國民黨那時候 跟他說新疆牛羊很多 有肉可以吃 他說那時候很苦嘛 就跟去 結果他說沒有肉可以吃阿 就來台灣 然後我奶奶也有說 他說來台灣是因為 聽說台灣香蕉很多 不會餓肚子 欸 我沒有他吃了 對阿 對阿 所以阿公是 你說的阿公是內公 對 內公是軍人嗎 對 空軍 空軍 喔 什麼階級退役 我忘記了 OK 那 爸爸呢 爸爸是 爸爸是算公務員媽媽是老師 所以我是很典型的軍公教家庭 超級藍喔 超級藍 又在眷村長大 你在哪裡眷村 桃園的眷村 喔 OK 好 那 這麼藍的家庭 你的 思維是開始怎麼轉變 怎麼變得這麼本土 因為我其實是 我們那一輩的最小的 我是老妖 所以老妖個性嘛 就是不問事事 然後反正爸爸媽媽哥哥姐姐 帶去哪兒就去哪兒 對 所以我其實真的以前完全不關心政治 嗯 然後後來當心臟外科醫師 心臟外科訓練 嗯 幾乎沒有時間休息 一開到十幾個小時 所以你也沒有 閒餘的時間關心 那真的開始就是 在2018年韓國瑜選上 然後又生了小孩 對 生小孩是 我覺得一方面也是我 關心參與政治最一開始的動靜 嗯 因為我跟我先生是醫生嘛 嗯 那說真的當醫生 不管政權怎麼交替 生活是很穩定的 嗯 因為你醫療再怎麼樣 都是基本人權 可是 生了小孩之後你會想啊 我有沒有辦法保障他 下一代長大的時間 還是 這樣子你想講什麼講什麼 你就算是想要支持 親中後選人 言論自由 嗯 那我那個時候又搭配上 反送中 反送中那個時候 出來的好多 是小朋友欸 嗯 是十五十六歲還很稚嫩 那個 戴著防彈 防空污面具 然後那個手跟腳都是好細 然後還在發育的樣子 我那時候每天都在想說 他們的爸媽有多心疼 嗯 就是他們爸媽一定很後悔 那我就是覺得 這些事情你要提早部署啊 嗯 千萬不可以讓小朋友將來後悔 跑出去做這個 我真的會 嘔死 所以我就開始越來越關心 越來越 願意參與行動 這樣子 對對 那 這樣的行動 到走到今天這樣 基進黨 特別是黨部的主委 甚至於要選立委了 那選議員 也差一點點就當選了 嗯 爸爸媽媽 有沒有什麼意見 爸爸媽媽越來越 可以接受了 嗯 當然他們還是沒有常跟我討論政治的事情 對 但是我覺得他們可以看出來 看出來小孩是什麼樣的人吧 嗯 對啊 像 嗯 之前馬英九去武漢說 我們政府給你添麻煩 嗯 那件事情之後 又很多人開始聊武漢包機的事情 嗯 2020年年初 年初那個時候武漢要包機回台灣的時候 其實我是 有連署醫療的人一起反對 嗯 那那個時候我還是一個小醫生嘛 所以 就連署反對又 一下子有十幾萬的人一起跟我連署 反對我們就去抗議完 就造成了很大的新聞 那那個時候其實我媽很不能諒解 嗯 她就覺得說 你怎麼當一個醫生去處理政治的事情啊 嗯 或者是說你不讓台灣人從中國回來 那你家沒醫德啊 什麼 她其實那個時候對我罵了一頓 然後我就跟她好好的溝通說 醫療狀況台灣的防疫量能不夠 嗯 那我為什麼做這些事情 其實我覺得久而久之她也看在眼裡啦 嗯 對啊 所以現在就 有時候甚至是我去我們家族旅行 然後我去處理一些 比方說上政論節目 或者是處理一些討行程啊 他們會幫我帶小孩 喔 對對對 那爸爸呢 爸爸有表示什麼 爸爸 爸爸一向都沉默寡言啦 對啊 對啊 但是他我們共同的公約數就是 討厭柯文哲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對對對 那爸爸是可以講說 他是哪一個單位的公務人員 退休人 可以可以 他是以前他是捷運局的 捷運局 台北市捷運局 台北市捷運局 所以當初淡水縣那個 呃我記得第一條開通好像是木柵啊 淡水那邊嘛 台北市第一條捷運第一次試乘的時候 我還有上去 嗯 那時候小學六年級 好好好 對對對 那媽媽是教什麼的 媽媽是算是心理輔導類型 他是台大心理系畢業的 哦那很好啊 對啊 在中學嗎 中學當 對在國高中當輔導主任 不過他們現在都退休了 是是是 那他們現在的投票 會會投哪一個政黨 你知道嗎 有跟他們討論過 哈哈哈哈 我爸媽是 沒有特別問 我奶奶去去年有說會 那個2020年有說會投給我啊 哈哈哈哈 當然投給自己的孫女啊 對啊難得有機會可以投給自己小孩 孫應該要投的吧 對 喔阿嬤還在 對啊 阿嬤幾歲啊 阿嬤民國那個 19年神 所以現在是 94 94 94歲了 那很高壽了 對啊 非常好 那他們的政治傾向有慢慢改變嗎 我覺得其實觀察政治生太久了之後 大概可以判斷啊 就是我家他有一定的脈絡嘛 因為當初外省人其實也 他們關在眷村這個地方其實很難接觸到外面的世界 所以 嗯 又有一些被操弄的議題 他們了解的比較淺薄一點 比方說當初疫苗啊 進來他們就會說啊高端不好啊 什麼BNT 一定要打BNT才好嘛 那我其實就是藉由這些 比較沒有那麼敏感的議題 慢慢慢慢的開始講 就是 醫療 我就很有專業可以跟他們說 所以我感覺到他們應該 開始有理解到說 他們自己的資訊來源有一些是錯誤的 啊 是是 那 啊 你本來可以說台語嗎 完全不行 到時候都完全不行 到 到 離空離空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去想你的資訊 你有記憶嗎 那時候問我 我說我不會 但是我 我一直有一件事情很在意 因為那個時候 大哥你問我說 會不會講台語 我說 我說台語 那時候都 是在幹活 那時候 我那個時候講完我 我後來其實陸續的接觸到 我才發現說 台語其實是一個很斯文很美的語言 然後 就開始 到達了 有一些政治論述 就是我會開始聽台語的這個節目跟就是 的影片 然後就開始慢慢學 我才 很後悔說 我怎麼 從小都沒有好好的學台語 因為真的生活中 家裡沒有那個環境 完全沒有 啊進入醫院比較有 所以說我現在跟孩子 在說 改歲的時候 我可以說全台語 但是 政治的 比較沒辦法 還要學 三四年 好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吳欣大醫師 其實他剛講一點其實非常好 就是說 如果你為了一襲 然後你就妥協 那很可能製造 未來更多的 問題 那他覺得說 他就是好好的去論述跟說服 其實是可以說服的 比方說家裡的長輩啊 慢慢的他們也比較多的資訊 讓你來說明以後他們就了解 是 那這樣講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心態很不容易 家裡面就是這樣轉變的啊 就靠無心態一個人轉變 然後慢慢的很多事情就轉變了 那很可能接下來 你當 要選立委的過程裡面 其實是有很多的機會 好好的跟選民做溝通 港湖的選民 所以他很堅持他的理想 是 台灣盤就是這樣 所謂的台灣本土 其實就這樣 慢慢一步一步擴大的 我們不是要去打人家 也不是要去侵犯 其實是一個講道理的論述 慢慢的慢慢的很多人就被說服了 不然民進黨今天不會變第一大黨啊 真的 好那也不會小英當總統啊 而且還817萬票啊 好那等一下回來 還有國會過半 對 好等一下回來 我們繼續請教這個 吳欣戴吳醫師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歡迎繼續收聽 《波動轉世界》 我是鄭鴻怡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吳欣戴醫師 那吳醫師呢 他也是台灣基進 台北市黨部的主委 剛剛講到說他的轉變 其實他轉變在2020年才開始轉變 2018 韓國瑜選上高雄市長 你發現危機來了 對 你的在那邊成長的這個後代 不能夠就是活在那樣的一種 一種意識形態裡面 那很可能變成香港 是 再來就是那個台語 等同是你2020年才開始學 對不對 其實你學得不錯 感謝感謝 我是從唱歌開始學的 所以我現在唱台語歌 真的喔 你可以唱台語歌喔 唉唷 那你可以在現場唱一首嗎 可以啊 我唱《無人實斥》 無人實斥 這是一個無人實斥的地方 對啊 我本來就是想說 現在大家都無人實斥我 不過大家很照顧我 所以說我 在感謝鄉親的時候 我都唱一首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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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來來 找一個無人實斥 親吻的地方 小吃一杯 兩杯三杯 親愛自由杯 對人的祝福 達到輕鬆的腳步 心所愛的人再會 哇厲害 好聽好聽好聽 謝謝謝謝 好像比高家瑜的好聽 唉 大家都對我期待很高 我壓力很大 哈哈 幾期初算 只要用兩個人唱歌比賽 對啊 殘酷舞台 殘酷舞台 你唱這一首刻意 我才有刻意挑過 對不對 因為無人實斥嘛 對啊 所以找一個無人實斥的地方 慢慢大家就認識你 這是一個感動的過程 因為你的犧牲 你的奉獻 這樣 那 你除了這首歌之外 還有 有沒有練哪一首 嗯 其他的就是 含淚跳恰恰 心花開這種的 好好好 心花開唱兩句好不好 好啊 心花開 我的心花開 再講一句 哈哈哈哈 下次發通告 要唱歌 提前一個禮拜練 哈哈 這個是 隨堂考啊 對對對 心花開是不是 高嘉優也有唱 哦 對啊 哦 哦 你們兩個 這首歌好聽啊 還有一首什麼 含淚跳恰 含淚跳恰 再唱一下 呃 要不要我唱 好啊好啊 你開個頭 不是 因為我 我看一下 有卡啦 我來看一下 歌 你要可能要歌詞才會 是不是 對 韓淚跳恰恰 韓淚跳恰恰 在我的最愛啊 點進去就有了 哦 來 我看看 好來 是不是這條 對 謝金燕的 對 好我來喔 咳咳 想要抱你抱到安安安 不肯抱我抱到這為難 別忘了感是有人 有人給我濕亂 無愛無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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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今晚都給我吃吃吃吃吃 雖然腳步大家這麼亂 我媽有我不怕 不怕 又問的 這裡就是 你 隨便 你 給我 擠 不知道愛你的身邊 怕好人知道 是甘著煮下去跳恰恰 騙騙我是一個一個賣水的人 因為總有一天 哈哈最愛的人 我像不真美人 阿哈夢阿哈康 阿哈夢夢夢夢 輕輕鬆鬆 我甘願孤單一個人 哈哈哈哈 再繼續繼續 哈哈哈哈 想要要抱你抱得安安安 不肯抱我抱得這麼為難 不要問當時有人 有人和我濕亂 無愛無婚無婚 雖然今晚討給這麼吃餐 雖然腳沒打給這麼亂 我又不怕 不怕冷靜冷暖 我會想想你抗 常在海裡的身邊 怕好人知道 是甘著煮下去跳恰恰 騙騙我是一個一個賣水的人 因為總有一天 哈哈最愛的人 我哈沒真美人 阿哈夢阿哈康 阿哈夢夢夢夢 輕輕鬆鬆 我甘願孤單一個人 哇厲害厲害厲害 哇今天呢 我唱得太好了 耶 我表現的機會 欸 你以前不會唱台語歌嗎 完全不會 哈哈哈哈 我記得開口都是到達黑的 開口 開口 會講台語開口 開口 欸不錯不錯 那唱台語歌的感覺是什麼 感覺是 要放很多感情 而且 我覺得女生有一個重點 女生要有一點點那個 嗲嗲嗲嗲的那個 哈哈哈哈 像 對對對對對對你的心 後面有一個上揚的感覺 喔 欸有抓到囉 有 好這個聽了以後真的是很 怎麼講 就是有一種很親切 又很很感激的感覺 喔這樣好 這樣我就先講啦 是是是 那 那 呃所以你現在 呃港湖區的立委是選到底的嗎 嗯 因為 欸這個就是政治語言的 嗯 因為真的好多人去年選完就好多人問 對 我自己的心態是我全力投入 我什麼都準備 我什麼都做 我現在包括各地方里長 然後 然後繞境啊 比方說里民的一些 呃活動啊 不要包括說我接下來會規劃一連串 醫療衛教 是是 因為我尋公醫療議題就是大家公約數 嗯 我們來去拓管 拓展同溫層 可是說真的 我是代表台灣基進 嗯 所以到最後到底立委 參選的那一天 交完報名表 之前 基進這邊會有什麼樣的規劃討論 跟 呃 決策 這個我會再好好的 Follow 那 最後還是希望 我其實不 不看什麼勝算 最大功能 選票最大 我不看這個 我真的只希望說 明年1月13號 大家投票完之後 本土派的選民 那天晚上睡得著 嗯 這樣就好了 那 其實也就是說 呃 你是不是選到底這個事情 其實還有一些變數啊 比方說黨 黨最後 激進黨最後的決策是什麼樣啊 是 那如果說 呃 黨是要你來投的話 因為我看 高駕宇是同意 你們兩個半名調的 是 那 我看李建昌議員啊 也說 乾脆你們兩位初選好了 因為老實講 真的兩個都分類是 我看是都覺得選不上了 是 你有意願嗎 嗯 以我個人的立場 當然今天站出來 就是不怕比較 不怕表明我的想法 對 但是我覺得 坦白說 如果真的 真的是用這個考量的話 我覺得會落入2014年 柯文哲的這個選票最大化的問題 嗯 而且目前啊 其實大部分會 真的是含 就是 很多 本土派本來的支持者跑來找我 他們的態度是說 我是民進黨創黨黨員 但我今天真的支持你 你絕對要選到底 很多人第一句擔心的就是 擔心我沒有選到底 啊 幾乎每個人跑來第一句話都說 我挺你 我出錢出人出 我一定我們家幾票全部投你 你一定要選到底 所以今天大家擔心的 反而不是說 民進黨能不能在這邊拿下一席 或是本土派能不能拿下一席 而是說會不會用 重蹈四年前的這個複策 選舉期間 贏了一席輸了整黨 贏了一席輸了整個台派 那我覺得 如果一開始大家擔心的是這個 那初選民調 或者是說 不管全民調 或是什麼本土派自己民調 這些做法都好 有沒有辦法解決一開始的這個擔憂 嗯嗯嗯 這個是大家需要考量的 是 那如果最後 你會有一種壓力說 最後我沒有選到底 我違背了大家的承諾 大家對我的期待 會有這種壓力嗎 嗯 我自從做了一個決定之後 我就沒有這個壓力了 嗯 哪個決定 我舉一個例子 還時間過 外科醫生 對 我一開始在當年輕外科醫生的時候 我常常會患者來我 幫他開個手術 我壓力很大 手術成功手術失敗 我會覺得完全都是我的責任 對 所以我會壓力非常大 可是 根據我在醫院的時間 越來越長 我跟患者一起 越來越久之後 我發現其實患者擔心的 不是你手術成功失敗 嗯 患者會需要的是你一直陪著他 嗯 所以自從我坐下 我要做政治工作 我會一直在這邊耕耘 我要加入台灣基進 把這個黨帶起來的這個決心 這個決定之後 我就不擔心這件事了 因為我會一直在這邊 我不會因為一次的選擇輸 嗯 我就回去當醫生 是 嗯 這樣講的意思好像是 你真的還有被 被協調的空間 嗯 我也不知道聽起來像怎樣 我的真心誠意 對 剛剛講過了 如果 民進黨的黨主席 也是現在的副總統 賴清德 拜託你 讓高嘉瑜 你會答應嗎 嗯 我會覺得要黨對黨的協商 嗯 嗯 我個人的想法 其實我會尊重台灣基進這邊的做法 嗯 對 因為我相信台灣基進給我很強的信任感是 台灣基進不看自己政黨的純敗 會看整體台灣大局 是 嗯 那如果說 最後是由你來 反正就是你要選啊 不管高嘉瑜選不選啊 高嘉瑜很可能會 後來他也沒選 他也可能知道 他下來選 老實講我覺得就是 兩個人都不會上 因為綠營在這邊本來就不是過半嘛 然後如果說再加上有兩位下去選 我看是 當然是兩敗俱傷啊 那不管他選不選就是說 你選到底你打算怎麼贏啊 欸其實我去年的選戰 嗯 包括我其實昨天看了一個李彥秀 接受報導訪問的評論 我覺得蠻 嗯 讓我 肯定了我本來的想法 嗯 然後也證實了一些猜測 他說 我其實不是傳統本土派選民會支持的 那個樣貌 因為其實大家看我其實就是很外神人的臉孔 嗯 包括我講話 為什麼臉孔長怎樣 我也不知道 嗯 好多人說我一看就是我新郎 嗯 嗯 對啊 然後他 他那個時候的說法 因為他在地經營很久 所以他的那個說法 我其實會覺得蠻有參考價值 嗯 他說其實當初去年的過程之中啊 很多會投給我的 其實一方面是支持理念小黨 嗯 一方面是對於我媽媽醫師的專業形象是接受的 嗯 所以其實我後來有調整我自己心裡面那種 很傳統刻板的說欸 藍綠對決 或者是說 政論節目民調 怎麼講我就去怎麼想 嗯 我發現跟支持者一對一的接觸才是最有效的 嗯 那我當初接觸到吸引到的很多人 他們本來對政治沒有興趣 嗯 他們也不會說啊 民進黨派誰都投 對 他們不會他們是覺得 希望有一個 跟他們很像的一個樣板 嗯 因為我們其實我自己也才剛身為選民而已嘛 嗯 你會看久了政治議題 你會覺得好像是很多人在台上演戲 嗯 你看像國民黨自己初選 他們 像心肺負數數 嗯 真的頭破血流 只為了搶到那個可以上舞台的資格 嗯 啊我們選民就是看而已 嗯 可是我會覺得說很多選民希望 有像我們一樣從觀眾席走出來的人 嗯 這個小黨這個裡面 從觀眾席走出來 對 我們講的話是他們聽得懂的話 嗯 我們做的決定沒有那麼多猜忌 或者是資源分配的考量 嗯 我認為我很多程度可以吸引到這樣子的人 是是 對啊 而且我跟你講一個 甚至是一直到去年投票啊 嗯 有在跑政治線的記者 對 跟我私下聊天 他很年輕一個妹妹 大概25歲左右吧 嗯 我問他投誰 嗯 他說 喔沒有我看我那個選區誰比較年輕 我就投誰 喔 所以你就知道其實 其實選民他們並不是有像我們一樣的思考模式的 嗯 對啊 那換一個形象 換一個職業 換一個 嗯 媽媽的這個角度去看 我覺得可以引起非常多人共鳴 這是不論藍綠的 嗯 那你 一個外省家庭 喔 本來是這麼藍的家庭 那現在你變得 這麼的堅持台灣 喔 也可以講說這麼的綠 喔 那 在過去裡面有沒有碰過對你不禮貌的 嗯 好多喔 而且我還有非常多的那個 很明顯是感覺像對岸小粉紅 嗯 的人 一直來我的粉專 罵 罵我就是數點忘卒 嗯 然後 然後說 就是 國民黨養你長大 嗯 現在搞台獨 嗯 還蠻常被 被這樣子攻擊的 甚至還有人 就是私下傳私訊 恐嚇 嗯 說 你在搞這個 講這些不三不四的我要 就是 找到你家 找到你小孩 類似這種的也都有 嗯 那你會很恐懼嗎 我就想到如果說 反送中那個狀況 嗯 我就會覺得說 有些 風險是現在要慢慢開始 想的 而且我覺得台灣人有一個問題是說 因為我們在中國旁邊久了 嗯 地緣政治風險 從出生無可避免 所以 大家很習慣會去忽略 一個非常大的危機 嗯 包括說中共每天飛彈對著我們 嗯 外國人 我聽過很多在外國念書的朋友 都很擔心 他們要回台灣 那些外國朋友都說 啊 你確定要回去 這個 會不會回不來 很緊張 因為你看台灣自己內部 一片歌舞生平嘛 我覺得大家很容易 因為小小的攻擊 或小小的風險 就 就是 瞻前顧後的 嗯 不願意去做真的應該要做的事情 嗯 所以 久了之後我會覺得 理性跟感性分開看嘛 我們 看整個台灣大局 其實有些事情需要人做 有些話需要說 那 既然決定了 就 消化這些害怕 努力往前 是 啊 你現在在 我記得是屏東 省利 鼠利醫院是吧 對我現在屏東有一診 然後另外一診 在台北了 我在康寧醫院 在康寧醫院 對 心臟科 對 OK 那病人看到你會跟你談政治嗎 會啊 哈哈 他們說什麼 嗯 今年年初就有很多1126晚 開始感到心悸胸悶的患者 啊 哈哈哈哈 對啊 睡不著啊 心肝頭皮破菜啊 嘿嘿嘿 那都是都是你的支持者讓你去看嗎 都有都有 其實支持者也有 然後真的是需要心臟外科協助的患者也有 啊哈哈哈哈 欸請教你啊 這個 現在的台灣基進的主席 現在是 王興煥 王興煥嘛 是 那王興煥本來是秘書長 對 陳義錡才是主席 對 陳義錡不做了 對 請教你為什麼他不做了 哦 嗯其實我們自己都 很多人常外部會說基進的主成嘛 說當主席萬年當主席 很多人這樣批評我們 但其實我 陳義錡其實不太不喜歡這樣 對他不喜歡 而且他也真的不是權利欲的人 對 很明顯感覺的出來 我加入基進之後 我覺得黨主席這個真的是 就是奉獻而已啊 就是真的好累喔 就是一起 再過去這一次 我覺得他這次是光榮交接 因為我們努力了那麼多年齁 其實基進的支持者 我們看每次得票數跟民調 他是慢慢慢慢的上升 他不像時代力量 咻咻咻 民眾黨咻咻咻 起伏很大 起伏很大 激進的人聽過我們的理念論述 看到我們長年表現 慢慢願意相信我們 是 其實 認同理念的人很多 但是願意相信我們做得到 的人不多 需要靠時間跟 長時間的努力犧牲 讓他們慢慢願意相信 可是 是在往上的 那去年這一次真的很幸運 就是高雄張柏洋 台南李中林 兩位議員都選上 所以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也算是一個成功的選戰 所以去年其實 確定了這一次我們的路線 就是堅持我們做的事情是對的 是 之後他就光榮交接給新的黨主席 黃欣寬 那一騎現在做什麼 一騎現在想要做教育啊 對 他沒有停欸 他選後還是一樣忙 對 只是看起來明顯快樂很多 是是是 好我們今天訪問的呢 是吳欣代醫師 那他是台灣接近 台北市黨部的新的主委 是 老實講我覺得 你的這個 時間的 就是你兼顧了醫生 兼顧了家庭 兼顧了重症 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很辛苦啦 那我們今天至少可以確定就是說 他的歌聲應該不會輸給高雄 那我就放心了 而且本土的這種堅持 讓大家很感動 那種轉變 就是說一個外星的家庭 那他忽然之間覺醒 然後一直在改變 一直在改變 包括台義 包括意識形態 堅持要顧台灣這樣 也讓我們很感動 就堅持理想 好那 這個 接下來的這個 選戰 就是其實這幾天大概就明朗了 因為民進黨要初選了嘛 是 OK 不過我看起來你應該會選 哈哈 還點頭 看到我眼神的那個 是是是 好那我們今天 感謝這個 吳醫師啊 分享了他這麼多的內心 給大家這個知道 那我們今天就進行到這邊 感謝吳醫師 謝謝 謝謝 感謝 好那我們就進到這邊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